永正的祖母年事已高,需要经常服用中药来维持身体健康,然而,由于祖母的势力和身体状况有所下降,她无法独立地煮中药,这让永正感到担心,她决定主动帮助祖母处理这个问题。 每天晚上,永正都会回到家中,专注于祖母的中药主治,她细心地研究中药的煮法和使用方法,以确保祖母能够正确地服用药物,她学习如何根据不同的药材和疾病状况进行兼煮和配方,她仔细计量每一种药材,确保比例准确无误。 永正也从医生那里学到了关于药物安全的知识,她知道一些药物在煮沸时可能产生有害物质,因此她总是尽量使用低温主要的方法,以确保药物的品质和安全,她学会了选择咕噜或自动关来帮忙把关祖母的汤药,这段时间,永正与祖母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。 每当永正为祖母煮忠药时,他们会一起坐在厨房,聊天,分享彼此的生活故事,祖母感到非常感激,她知道有永正的帮助,她能够放心地服用忠药,并且感到安心和舒适。 这个故事提醒着我们,年长的家人在照顾忠药时需要特别的帮助和关注,像永正一样,我们应该愿意花时间和努力,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协助,确保他们能够安全地组织和服用忠药。 这样的关爱和支持,对于长辈的健康和幸福意义深远。